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福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Unity課程 我們繼續來做黑魂復刻 在前置課程裡面呢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切換我們的Lockhound物件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你要 你可能要多按一下你才可以 去 去切換比如說我現在 按然後我鎖到Capsule 然後呢我跑到後面我嘗試了 立刻鎖Capsule 1的時候我發現 我按下去會先放棄 我必須得多按一次才能鎖中新的人物 這不合乎常理啊 這不科學啊 我應該按第二下的時候他就不管 372之1不分青紅皂白 立刻鎖中第二格 不應該先放棄再鎖 所以呢在這邊我們要改一下這個邏輯 我們來這樣做 首先呢來跟我一起把 if跟else先拆掉 這裡if跟else拆掉 剩下核心的這一塊邏輯 好 那麼在此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應該在 進來 取得這些code速度的時候 先判斷一下它的長度 所以我們使用code.lens 看一下它是不是等於等於0 如果根本就等於0 代表什麼都沒有打到 什麼都沒有打到的狀況之下 就代表你應該就放棄 目前的選舉 所以把lock on target設成怒 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反之就是有打到東西 你應該就去做以前for each的這個事情 但做這個事情要小心 如果你連續鎖兩個的時候 再按第二次的時候 你可能是要鎖第二個人 不過這個我們 我們先看一下這樣行不行 好了 因為我剛才講的事情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認同 好 來我們先去按下去 鎖死capsule 所以呢 我們再按下去 就鎖死capsule1 如果什麼都沒有碰到 就放棄啦 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快樂鎖死 大家可以放棄啦 所以有宣告 這個鎖人的抽象功能是成立的 但是視覺上還沒有OK 視覺上是這個樣子 如果當你真的鎖到某個人 也就是lock on target不為怒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調整你的膠囊位置 所以我先讓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好 找到我們的fix update裡面 呃 在fix update裡面呢 呃 我們先判斷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 lock 呃 這叫什麼來著 我看一下 lock target 對不起 如果lock target 它 等於等於怒我 也就是沒有鎖死的狀況之下 那我應該跑原來的邏輯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就跑原來的這些邏輯 但是camera先不要去做damp 不要去 呃 不要塞進去 因為這個是不管什麼模式都要去追蹤的 所以塞上面的程式碼就可以了 那麼 反之呢 反之的話就是應該你有鎖中某物 你現在就應該去朝向那個物體 所以我要先計算一下 我現在如果在鎖中物體的狀況 我要算一下我新的forward項量是什麼 那麼這個項量應該是有目標物件的位置 剪掉我模型的位置 會得到這個朝向向量 所以目標物件是 今天怎麼一直打錯啊 Lacom Target Transform的Position 去剪掉我Model Transform的Position 所以得到一個三維向量 但是我要再把這個forward的Y向量給清零 這樣才會是一個平面向量 才會是一個指向向量 那麼要怎麼樣轉呢 我應該把我的 嗯 看一下喔 欸 把我的Transform 欸不是不是不是 把Player Handle 的Transform multiplic衣VI 直接指向Term Forward 好 如此一來我就會轉過去了 っと 就這樣我們來試試看 好 朝向它 說實放棄好像有點感覺 可是再次按的時候好像不會放棄 所以剛才那個邏輯可能要再想一想 放棄 所以在這裡我們想想看 放棄的邏輯我們再補上去 其實這邊已經快做好了 在這邊判斷一下 如果Lock-on-target Lock-target根本就是 Collider的Gain-Object 根本是同一個的話 那我們就把Lock-target 射成路 因為你現在鎖到同一個東西兩次 然後你就Break掉 否則的話 否則渠道的東西如果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把它更新 然後再跳出來 OK 好 來我們試試看 點選Play Only Assignment 我是...啊我怎麼沒有打兩個等號 我跟豬頭 一個等號就夠了 好我們來試試看我們Lock-target的功能 鎖死 解除 跑走 好看這邊 鎖死 解除 跑走 鎖死 怎麼跑掉這個東西了 天啊救命啊 我掉下去啊 不要啊 哪位同學知道為什麼會蹦出那個 好像是我按了D 我按了左蘑菇頭的按鈕 按了三下就會蹦出來 然後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從來沒有印象我這個東西過了 如果有人知道怎麼消掉麻煩你告訴我 救命救命 好 鎖死 好 鎖死之後可以跑 現在是Free Run Mode 然後再解除 鎖死 再...欸 再解除 好 所以我想呢我們 這節課呢 大致上可以把Lock-target的比較像樣了 比較像樣 那下一節課呢 我們在Lock-target的功能上 再擺一個提示圈圈 讓它看起來更像 黑魂在鎖死的時候 中央會有一個圓圈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